你的阿公阿嬤、親戚朋友 是不是因為經常感到膝蓋關節疼痛 而跑去買葡萄糖胺來吃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佳妮養師 上年級的阿公阿嬤吃葡萄糖胺 似乎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但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膝蓋關節疼痛 要補充葡萄糖胺呢? 市面上除了葡萄糖胺之外 又有哪些產品或者成分 對於膝蓋關節疼痛會有幫助呢? 今天就由我來為大家解析 不過在那之前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是什麼原因造成關節疼痛 關節疼痛是大腿跟小腿之間 關節蚊骨磨損退化所導致的 比較容易發生在 曾經膝蓋關節韌帶受傷或 長時間久站、走動 或者是負重過重的人身上 以目前科學臨床研究 針對關節疼痛的治療方向 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減少關節磨損 第二種是增加關節軟骨增生 第三種是增加關節疼痛 而我們耳熟能夠想到 葡萄糖胺正式組成關節軟骨的成分之一 幫助軟骨增生 因此過去這麼多年 葡萄糖胺一直被認為是 改善退化性關節炎的關鍵成分 相關的產品 晚如午後春選般的冒出 但隨著科技的發展 研究的進步 葡萄糖胺也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科學院們發現利用地溫 摧取之激胸磷骨得到的 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UC2 可以完整保有膠原蛋白 原始的三股螺旋結構 發揮生理功能 UC2作用在腸道的賠絲半塊 那賠絲半塊是 腸道的免疫組織 裡面還有T細胞跟B細胞 UC2就是作用在這些細胞上 幫助身體進行免疫調節 降低關節發炎的程度 關節炎是因為 膝蓋長期受到不正常的視力 或者病毒入侵產生的發炎 正常的發炎是為了修補組織 把壞掉的部分去除掉 長出新的 但因為長時間膝蓋不正常的受力 導致發炎變嚴重 發炎跟免疫細胞有關係 過度的發炎可能把正常的細胞 原殺死 讓其無辜 UC2就是把賠絲半塊的免疫細胞 把T細胞變成調節性 T細胞去辨識 膝蓋軟骨的第二型膠原蛋白 分泌 抗發炎物質的僵發炎 現在來說 就是不要再攻擊我了 他就是自己人 如果你還沒決定要買葡萄糖胺還是UC2 接下來可以認真聽一下 在2019年一篇發展的 Medical Science中關於UC2的研究 退化性關節炎硕是指 年續三個月分別補充40毫克的UC2 和1500毫克的葡萄糖胺 加1200毫克的紋骨素 去評估骨關節炎的量表 什麼叫骨關節炎量表 主要是評估患者感到疼痛的頻率 上下樓梯 晚上睡覺 坐著躺著 站著上廁所做家事 跟關節有多痛 早上起床關節有多僵硬 等等的相比的一種評量表 結果發現 服用40毫克UC2的受試者 握面評分下降33% 而葡萄糖胺加紋骨素 則下降14% 另外還有一篇同樣給脆化型關節炎的人 吃40毫克UC2跟葡萄糖胺加紋骨素 延續服用180天過後 去評估他們外面的分數 結果顯示 服用40毫克UC2的受試者 對於改善膝蓋關節炎所帶來的疼痛感 會比葡萄糖胺加紋骨素好 大家看到這裡可能會覺得 這都是受試者主觀的感受 每個人的感受性又不一樣 但接下來在2013年 Sport Nutrition期間有這麼一則文獻 這個實驗不是心理覺得好像有減性的症狀 或者說疼痛感減少 他們是利用健身房那種踏步的健身器材 來評估受試者踏步的訓練 膝蓋的彎曲程度 以及運動時間的長短來評估 這篇文獻有55的參與者 年齡介乎30到65歲左右健康的人 那所謂健康的人就是這些人 會沒有診斷出於退化型關節炎 那這些人在休息的時候膝蓋是不會疼痛的 但是在運動的時候會痛 那作者給他們連續120天 補充40毫克的UC2之後 發現UC2可以幫助這些參與者 膝蓋關節的伸展 而且可能潛在的幫助減輕因為劇烈 運動而引起關節痛 大家聽了這麼多實驗 是不是覺得UC2很厲害呢 如果想要購買UC2 一定要注意 有效盡量一定要來到40毫克以上 並且認清楚UC2的專利LOGO 最後 無論是葡萄糖阿還是UC2 最好選擇複放的產品 比如搭配一些增加軟骨生成和關節液的原料 比如一些蛋白巨糖 玻尿酸 還有一些抗繁癌成分 如感染多酚 薑黃素 帽爪疼 MSM等 對於減緩關節繁癌都有幫助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五十四 剛才 有 是 你在